演说木工厂轮到我上场 我是来自荣佛奔正的陈慧文 我的讲题是 不完美才是最完美 你对完美的定义是什么呢 有人说完美的爱情是两个人甜甜蜜蜜 洗手到了 也有人认为完美的工作就是在高薪 无压力的环境下 那这个完美是不是因为达到了我们心里所设的期望 而觉得是完美的呢 曾经我有一段自然和完美的大学生涯 那是我梦寐以求充实自由的生涯 整只这个完美的生活却被一个F给翘醒了 这个F是feel失败的意思 在我求学生涯以来 从未有F出现在我的成绩单里面 这个F让我从高山跌入了低谷 这个F让我必须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去承认自己的失败 当然这个F让我更勇敢 也让我更看清自己的所需 更对自己的未来有所的策划 所以我说在不完美的经历里面 就能遭就更完美的自己 谢谢